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9日 星期五 欢迎收看《财经热点》 我是王晓祥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加拿大、澳洲意外加息 引发市场焦虑 Tesla 促使大陆供应商出海 在墨西哥建厂 8亿美元国债集来 市场担忧引发新波动 美印加强合作 通用飞机发动机工厂将会落户印度 A股疲远 中国散户转投日本ETF 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星期四本前 三大主要股指期货仗跌不一 市场似乎在沽望中等待美联储下星期的会议决策 至于对通胀的担忧 加拿大约行和澳洲储备银行 都在本周出人意料地提高利率 这样引发了投资者的焦虑情绪 担心美联储等全球主要央行会延长本轮的加息周期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 一度触及3.825% 随后放缓至3.784% 澳洲和纽西兰债券遭到抛售 澳洲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015% 纽西兰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4.574% 朝早8点半 美国劳工部公布公布 美国劳3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261,000人 为2021年10月30日当周以来新高 高于市场预期的235,000人 也高于前值232,000人 来看今天美股开盘指数 今早早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标普500指数盘仓涨0.03% 道指涨0.02% 纳指涨0.06% 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上个月底突然访华之后 市场关注特斯拉是否会扩充上海工厂的产能 但最新却传出特斯拉加速建设墨西哥的超级工厂 据大陆传媒36克引述消息指 特斯拉正动员中国的供应链企业到墨西哥建厂 而且其节奏相当紧逼 如果供应商不及时响应 不怕会失去好几亿的大订单 星期三特斯拉收涨1.5% 标志着特斯拉股价连续9日上涨 这是特斯拉自2021年1月8日 结束11日连涨以来最长时间的一次连涨 今年到目前为止 特斯拉股价已飙升87.2% 星期四盘前 特斯拉股价未跌0.12% 报224.1美元 Web Bush分析师星期三 将苹果的目标价从205美元上调至220美元 并维持对该股跑赢大市的评级 分析师说将会在秋天推出的iPhone15产品周期 可能再创辉煌 预计出货量和平均销售价格 可能再次超过目前怀尔街的预期 苹果股价盘前下跌0.12% 报177.61美元 游戏逆站GameStop星期四美股盘前大跌18% 报21.25美元 星期三盘后GameStop公布业绩 绝管亏损收窄 但季度营收不及市场预期 GameStop宣布 公司CEO Matthew Furlong被即时解雇 基于云端运算的平台开发商Smartsheet 在公布了起优参半的第一季度业绩之后 股价在本钱交易当中下跌超过17% 报40.5美元 软件开发商Hashicorp 在宣布裁员8% 并公布令人失望的季度收入后 本后暴跌超过22% 报26.89美元 来看两个企业消息 综合传媒报道 星期三7日 微软公司推出了一行应用于 美国政府的新服务 Azure OpenAI 它可以使用GPT-3和GPT-4的模型 来完成包括生成责要、语意搜寻等特定任务 上述语言模型会在云端服务Azure Government内运行 据悉Azure的客户包括 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及美国太空总署 美国国防技术资讯中心的一名官员 已经证实了上述消息 微软同时也表示 这一项新服务的传播流量不会进入公共网络 政府机构的数据也从未用来训练过OpenAI模型 Azure OpenAI服务更不会与微软的企业网络相连结 前Azure OpenAI服务成长迅速 拥有的客户包括富豪集团加梅塞德斯宾市集团 及喝牌等 客户数量已经从上季度的2,500名 扩大至4,500名 微软股价星期三下跌3.09% 每股赚323.300美元 今日盘前微跌0.23% 投资研究机构Bernstein的分析师 Mark Smulik 撰写的分析报告指出 亚马逊的业务过于旁杂 这样不仅导致核心业务错失最佳成长期 更加消耗了公司投入的巨额资金 亚马逊应该对旗下的医疗保健业务 同轨道卫星项目Project Cooper 采取削減开支 或者寻求外部资金支持 甚至是撤割的措施 这样才有可能保证亚马逊未来的股价 冲击到180美元至200美元的区间 今年亚马逊股票虽然上涨了50% 但涨幅大幅落后于美元、苹果等科技巨头 目前亚马逊为削減开支 停止了Fresh连锁超市的扩张 并关闭部分Fresh门市及高无人商店 在经历了2022年11月和今年1月的两轮裁员后 亚马逊还计划宣布新一轮裁员 预计波及2.7万人 综合传媒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今个月出访美国 美印双方官员和防务行业高管都表示 此行会达成一项新协议 印度光辉战斗机所使用的通用电器F414发动机 计划在印度本土制造 2022年 通用电器曾向美国政府申请授权 要将F414发动机的更多技术分享给印度 印度的国有航空和防务公司 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 也期待和通用合作 在班加罗尔工厂生产该发动机的零部件 过去十年里印度一直从美国公司采购导弹、 偵察机及其他武器装备 是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 如果F414发动机能够落户 将会帮助印度减少对俄罗斯装备的依赖 改善本国的国防工作 并更有效地对抗来自中共的威胁 有印度官员表示 莫迪今次访美 还将会对包括装甲车及远程火炮等 军事系统的潜在合作展开讨论 也有计划交流讨论情报、监视 和侦察系统等议题 虽然美国的债务上限法案通过了 政府没有违约的责任了 但美国政府新发行的超过1万亿美元的 美国公债洪流正在引起市场焦虑 担心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新一轮波动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财政部》就计划增加公债发行量 而且将会集中在短期基准债券 和现金管理票据上 此举恐怕会大量吸收市场流动性 波金大通的分析师说 这部分债券预计会在目前至9月底之间发行 一些华尔街人士担心 在债务上限协议通过之前 就有8500亿美元公债被割置 再发新债券将会让买家难以招架 恐怕导致市场震荡 并且推高短期借贷成本 而Global X投资长John Meyer就说 大量发行债券时都会造成混乱 不过Clock Tower Group策略长Marco Pepe就比较乐观 他认为所有一次性的复杂货币政策问题 都会很快得到解决 来看两侧国际方面的消息 由于中国股市几乎没有复苏的迹象 中国散户正大量购买日本股市的指数股票型基金 简称ETF产品 彭博社引述碎碎证券的分析指出 追踪日经2.25指数的一些中国ETF资产 在5月翻了超过一倍 比如华夏野村日经2.25ETF的资产 与4月底相比就大将近百分之三百 达到2.13亿元人民币 亦方达日卿资管日经2.25ETF的资产 亦上涨百分之二百三十六 达到1.71亿元人民币 日经2.25指数在5月上涨百分之七 是30多年来新高 而中国的互深300指数同期就下跌了百分之五点七 在7日的报告中瑞瑞策略师表示 随着日本股市的大涨 他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投资人 更多资金流入日本的ETF产品 据日经亚洲报道 在跨国商业的合约当中 必须事先指定仲裁案件的处理地点 司法独立性和仲裁后的执行度 是企业考虑的首要因素 1997年后 中共虽然收回香港 但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 香港仍然保留了独立的司法制度 和普通法体系 既与中国保有深厚关系 又有完善法治基础的香港 一度成为跨国商业的首选合约仲裁地 但港区国安法在2020年通过后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起草新合约时 都选择香港以外的其他地区 作为仲裁地点 一位金融服务业的律师表示 前在起草合约仲裁地时 跨国企业首先将香港排除在外 香港的司法机构 已经成为了中共的一部分 一位协助日企在中国建立公司的律师说 港区国安法通过后 很多日企也将香港排除在外 他们认为香港不再是一个中立的仲裁地点 从而转投新加坡 税据显示 2023年首季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立案数 是332件 创下第一季的历史新高纪录 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并没有提供每季仲裁案件的数据 观众朋友 星期四6月8日 在按人民币对美元报7.135 一度跌至7.1425的低点 为2022年11月30日以来的最低水平 报道说 这样反映了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形势感到不安 因为近期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增长的确十分乏力 根据中共海关星期三公布的数据 一向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出口业 澳美元计价 越同比下跌7.5% 不少报道都说 中国出口越来越疲弱 主要是欧美等国经济衰退威胁 以及通货膨胀 双重压力下的海外需求疲弱 不过亦有分析指出 供应链迁出中国导致的海外订单下降 才是主要原因 观众朋友你怎样看 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观点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 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